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道不可饶恕 千古 千古 小谷 师父 你怎么了 是不是子勋上先跟你说了什么 子勋上先没有跟我说什么 师父 我 我好像喝醉了 头有点疼 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是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的动了琴了 我是不是错了 我不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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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 师父 千古 哎 你在上面干什么 很危险的 望悠久 望悠久 亦能解忧 也能解愁 怪不得那么多人 迷恋红尘 徒一醉呀 傻丫头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 来来来 我扶你下来 慢点啊 嘿嘿 师父 师父 你师父还在里面陪掌门喝酒呢 千古 你 你怎么了 他说 他是我动了琴 大概是真的吧 嘿嘿 千古 如果是我错了 那就让我们一直坐下去吧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就算是在梦里 也没梦想过会有这一天呀 小谷醉了 嗯 我先带他回去休息 你和其他掌门招呼一下吧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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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 你喝醉了 等清醒点再说 嗯 师父 你是不是生我气呀 嗯 嗯 师父 嗯 我知道我不该说那些话 嗯 我是无心的 什么话 师父 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 万一 万一你要生我的气了 你也一定要原谅我 我 到底什么话啊小谷 小谷 好 尊上 东风先生 尊上有事吗 你可是要找小谷 明天我们班师回属 我特地想跟他来告个别 小谷已经睡下了 有什么事情 我帮你传达 那好吧 我就不去打扰他了 这次太白山一战 多亏了你的妙计 才避免了那么多死伤 尊上客气了 宣朗他年纪尚轻 个性任性贪玩 还没有为人群的准备 有你在身边辅佐他 是数过百姓的福气 我一定全力以赴 但是 这次骨头伤得很重 还有王尊上帮为照顾 我自己的徒弟 我自己会照顾 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叫霓漫天吧 居然敢故意积花千古 与我斗香 让我在众人 尤其是子化面前出仇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别以为你是长流弟子 蓬莱千金 我就不敢拿你怎样 你有话要说 好 我就让你在死之前 说最后一句话 我恨花千古 我恨死花千古了 要不是他 我才是最上的徒弟 我激他 就是想看他落败 看他丢人 看他没面子 但我没想到 你竟然输了 我对你简直失望透顶了 你这个女孩儿 胆子倒是挺大 本来就是啊 你输了秉诗 不去杀花千古 你凭什么杀我呀 好啊 你杀了我吧 这样花千古 就少了个死对头 你就让他高兴去吧 花千古的命 你虽不值钱 到底是子华的弟子 我与你们尊上之间 终归还是要留些余地的 那 我虽不能杀他 但也绝不会让他 留在子华身边 你若真的恨他 就帮我严密监视他 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动 或者披露 随时跟我报信 好 好 头好疼啊 师父 我们怎么会在船上啊 大家呢 一个大醉三天三夜的人 难道会失望和大家一块儿遇见飞行 师父 我刚刚做了个梦 什么梦 我这三天里面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里呢 我变成了一棵小石头 每天都很无聊地待在一棵大树下 然后身边有很多小花呀 小草啊 小树啊 有很多好朋友 可是 我不开心 因为 我羡慕天上的小鸟 可以有一对质宝 可以到处飞 还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 我第二个梦里 就真的变成了小鸟 没想到 我变成小鸟之后 我还是很不开心 因为 我想飞得更高 于是 我就每天开始 羡慕天上的太阳 终于 第三个梦里 我就真的变成了太阳 可以挂在天上 可没想到 我更加难过了 因为 虽然可以高高地挂在天上 但是 我却只能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 我很伤心 很后悔 原来 我最终的愿望 还是做回一棵小石头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呀 我只做了三个梦 所以 我没有变回石头 还是继续做太阳 不过 我现在懂了 虽然 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 但是 可以看到大家呀 给大家温暖 也可以看到这世上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 最后 我还是很开心的 大梦三生 这就是汪悠久的功效 小谷 你可知道 这梦的寓意是什么 师父 我知道 最初得到的 其实也是最好 哪怕回不到最初 只要心中没有执念 只要好好做自己 都是快乐的 人的一生当中 有很多阶段 也有很多梦想 有的人 喜欢无拘无束 有的人却喜欢海阔天空 你要记住师父所说的 不管你有多大的梦想 或是有多大的忙力 你永远都要保持 自己是一颗小石头的心情 多多造福 苍生大地 明白吗 嗯 嗯 师父 小谷什么都不想要 只想一辈子 做师父身边的小石头 当然 你说我 лен安 小骨头 你这个罪鬼 我来跟你道别你知道吗 据说啊 你要睡上三天三夜呢 到时候你的脸一定会肿得两个大 不出意外的话 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回到蜀国了 你自己平时可要小心啊 虽然你身边有那个冷冰冰 又瞧不起人的尊上 他虽然厉害 可仇人也多呀 你要随时保持机灵 打不过就跑 跑不过就喊 喊不应 你也就只好拼命了 保重啊 东方 好啊 我巴不得师父遇到危险呢 这样我就可以保护师父了 不然我们联手闯江湖也不错呀 啊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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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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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小国 灵气有余 但劲道不足 你现在身体还未康复 不是一再脸消灵剑了 这样吧 师父 再教你一套新的剑法 有助于你平时修身养性 对你来说 也是有无害 看好了 师父只示范一次 你动情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 简直是大逆不当 不肯饶恕 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吗 不对 我对师父只要敬仰之情 没有非分之想 自寻尚先一定是搞错了 小国 你都看清楚了吗 这套剑法 明为镜花水月 手中无剑是空 心中有剑也是空 一切皆空 圆满自在 小谷 开始吧 嗯 师父 你看 那儿有一颗流星 小谷 要是每晚都能这样 陪着师父看流星该多好啊 绝情殿不是也有吗 那感觉不一样啊 对了 师父 我什么时候 可以像十一师兄那样 收个徒弟啊 为什么想收徒弟啊 你看绝情殿那么大 就我们两个人 多冷清啊 如果我收个徒弟的话 他就可以陪我玩 让我欺负 师父 你看我这么乖 这么可爱 如果收个徒弟的话 一定很好玩的吧 来 你那个放那边 还有这个 放这个盒 这些呢 都可以给我的千古师妹 剥血用 皇上 快起来吧 皇上 可把皇上盼回来了 列将军啊 你来得正好 我呢 给千古师妹挑了些药材补身体 你挑几个身手好的 帮我送一趟 越快越好 这事我回头安排 哎 皇上 我现在有几件大事 要向皇上禀报 大事 对 什么大事 皇上走的这段时间啊 那吏部尚书 和户部侍郎 结成了亲家 中书省 多了三个副三品的官职 还有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列将军 你堂堂一个武将 每天就应该骑马打仗 绞肉朋友啊 去关心这些琐事干什么 皇上 本来啊 我也这么说 可 大学士交给我的任务 我既然答应了 就得完成啊 这个大学士 好吧 以后这些事呢 你就不用跟我禀报了 对了 列将军啊 你这次没有陪我去太白山 你可不知道 现在可是七杀当道 正道危机啊 我这次去那儿 也没帮上什么忙 我还害得千古师妹 一个人对抗七杀 受了重伤 你说 我如果现在 再不把我的功力 练得好一点的话 我还有什么脸 再见千古师妹呢 皇上 皇上不是还有很多奏折要批 很多事情要处理吗 不是还有大学士 还有还有冥王吗 你呢 先帮我把这件事办好 其他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好不好 我 好 好 孙笑 清谷 清谷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谢谢师兄关心 养了这一路 已经好多了 真的 你伤这么重 怎么好这么快啊 千真万切 我还可以练功呢 师兄 那个 唐宝怎么样啊 离开这么久 最想念的就是他了 放心吧 他没闯这么晃 那就好 这次太白大战 能够七开得胜 大家是劳苦功高 不过我相信 七杀不会就此罢手 大家要做好准备 不要因为一时之利 就轻视对手 麻痹大意了 是 常恶扬善 是每一个 长流弟子的责任 这次心境弟子大有长进 不过千万不要骄傲 回来之后 必须更加潜心修炼 此次啊 花千古的功劳最大 立抗七杀啊 给我们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来 你们都要向他看齐啊 好 还有 这次外出的人比较多 为保安全呢 你们还要到三生池 再进行失恋 是 平心静气 恪守忠正之心 不要着急 好 啊 起 起得来吗 可以的 你没事吧 好 兽风 漫天 你们两个下去 好 本身 糕 年龙 用 花仙谷 到你了 没事的 你动情吗 居然动到你师父身上 简直是大逆不当 不可饶恕 不是的 我没有 我没有对师父动情 绝心之水 一定可以证明的 紫薛上线 她是特意来检查 看我是不是真的动情了吗 我没有动情 不会证明给你看的 为什么会这样 好痛啊 生会明明不是这样的 不会 不会的 难道 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吧 你 千古 你还好吗 千古 世医师兄 我没事 你放心吧 嗯 幸福 有 你 我 你 有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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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一段时间 看多了凡臣俗世的烟火 是不是就花了眼了 乱了心了 你们整天修炼修炼 修炼的究竟是什么呀 明天让你们独自面对七杀 烧家诱惑挑拨 是不是干脆就跟了七杀了 罪了杀钱莫了 每人收罚半个月 火系 去器械室办公 每天两个时辰 是 五星罗 去厨房办公 每天两个时辰 清水 去长流山门守护两个时辰 你满天 每天打扫两个时辰 花千谷正在试炼三生池水 花千谷正在试炼三生池水 你还有心思在那摆弄花草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你也不想让他来 那天会儿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能够走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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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小谷心思成名 你不要疑心生暗鬼 要是你再这么说的话 别怪我不顾多年的情意 白子华 你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这样一个人 天天在你身边看着你 跟着你修炼 他真的能够耳目清静 不乱平心吗 你若不信 可以自举去看看 绝情池水能够证明 我说的一切 好你个白子华 我疑心生暗鬼 他明明就是动了情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还是你假装看不出来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正道为重 长流为重 你就是这么重发了 双仙 花前姑姑过真会梦蔽识听 连此话都被她骗了 还收她为图 从今天开始 是 我要你尽你的所能 把她的过去 她的现在 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给我仔仔细细地调查清楚 我不管她有什么阴谋 大的什么主意 都绝不会让她得逞的 是 原来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 骨头 骨头 我刚才听到 子勋仙子告诉尊上 你对他动情了 让他处置你 我就赶快过来 给你通风报信 什么 子勋上仙 告诉师父了 嗯 骨头 你 你真的喜欢尊上啦 哎呀 你别担心 尊上他根本就没有相信 可 可是你怎么能喜欢尊上呢 尊上他哪是正常人 能喜欢的呀 汤宝 这件事你绝对要帮我 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嗯 你放心 可是 你刚才是怎么 瞒过十一师兄他们的 我刚才 用我所有的内力 都给压制住了 但是 肯定过不了师父那一关 而且 这绝情池水的伤 不是普通的药可以制的 骨头 我这就去帮你找药 汤宝 汤宝 十一师兄 你怎么 汤宝 你怎么了 我 我看骨头他们都去三生 池水试炼 我也想去 于是就 可是我没想到会那么疼 好了好了 你等着 啊 来 这 这是治三生池水的药 但是治可以缓解 多谢了 哎 汤宝 没事 我回去自己涂 哎 哎 三生池水 不会吧 动情了 对谁动情了 难道是我 啊 骨头 你再用功力 努力压制住 应该可以瞒过尊上的 嗯 汤宝 谢谢你啊 按照规定 这绝情池水 是惩罚 也是考验 是不可以涂药的 十一师兄 怎么会肯把药给你啊 这个 反正我就是使劲哭 使劲耍赖 总之 他就是给我了 小谷 师父可以进来吗 那个 师父 你进来吧 好 尊上 你们今天 试验了三生池水 听说顺利过关了 是啊 还好勉强过关 既然回来了 就好好修炼吧 是 师父 早点休息 是 小谷 师父 你找我 嗯 那个 我做的桃花羹 想让你尝尝 进来吧 师父 你尝尝吧 把手给我 小谷 师父知道你年纪尚轻 还做不到心无旁骛 所以心中有杂念实属正常 但是你应该要设法除去 而不是设法隐藏 师父恕罪 弟子 弟子知道弃瞒不了师父 可是又怕师父生气 所以还请师父原谅 你真的动情了 弟子知道 弟子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喜欢上东方 弟子应该心无旁骛 好好修炼才是 请师父责罚 东方语卿 小谷 你既然知道错了 师父也不责怪你 不过你每天都要罚念 清心咒一百遍 知道了 知道了 师父 弟子告退 怎么样 瞒过尊上了吗 什么反应 果然没有瞒住 那怎么办 尊上要赶紧出世门吗 我实在没办法 就只好跟师父说 我喜欢的人 是 是东方 我都快吓死了 不出笑了 你安全过关就好 我巴不得你跟东方 爹爹是一对呢 希望东方万一知道我 拿他当挡箭牌的事 不会生我的气吧 你就放心吧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管怎么说 师父说得对 动了不该动的心念 就应该想办法除去 而不是想办法隐藏 所以 从今往后 我要开始修心养性 抛开杂念 我一定可以安全通过 绝心池水的 骨头 你要干嘛 师父让我每天睡前 默念百遍清心咒 我以后 要尽量少跟他接触 少跟他说话 一定可以做到 可是 动了心 真的那么容易放下吗 骨头 你什么时候做饭呢 我都快饿死了 我想好了 我要和师父保持距离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能和他一起吃晚饭了 那我们可以自己吃啊 那怎么行呢 如果让他知道我们自己吃 不跟他吃的话 他一定会生气的啊 那你打算以后都不吃饭了 小谷 师父 师父 没什么 师父就想看看 你伤势好些了没有 我好多了 师父 我今天想休息休息 晚上我就不做晚饭了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你好好休息吧 请 东方 骨头 东方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会有空来看我啊 我出使邻国路过长流 所以特地来看你 怎么不欢迎我啊 怎么会呢 太白大战 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这次你要给我机会啊 在长流多待几天 我求之不得呢 那好 那你先回客房休息 我回去告诉师父 这几天我就住在山下陪你 那太好了 师父 你在吗 我在修炼 哦 那个 东方来了 我这几天 打算住在山下陪他 可以吗 可以 谢谢师父 那我不打扰师父练功了 我先走了 我爹要是知道我在这儿打水擦地 被气炸得不好 好 哼 嗯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历都不曾变过 一时千般 地念成火 还执意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死生 分碎承诺 爱上你 爱上了错 失了你 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摸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来想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切 难化作飞蛾舞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爱上你 爱上了错 失了你 失了魂魄 割下命运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 无逃脱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着承诺 别怪我 懦弱 请不容你我 深忘忽 你而活 因为爱上了错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我爱上你 我爱上你 自然更爱 不是我爱上你 我爱上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